夜幕低垂香港大球場的燈光對比附近的建築物顯得更加光亮 但到底這個球場的前景是否一樣光明呢 香港大球場最近也有很多聲音 可能要改變用途等等 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其實這裡的使用率是否很值得關注呢 如果看看康文署的資料 他們顯示出來2018年1年365日 其實在大球場有活動的日子只有21日 也不要說一成 其實在這裡只有5.6%的使用率 在這裡看到梁氏一家都在 包括你拍檔梁冠聰、他爸爸等等 家人各方面 來到現場當然也要捧著老場 剛才提到到底這裡我們接下來 這個球場要怎樣使用呢 但是一年裡的使用率都不到一成 其實也不要說將來是怎樣了 其實現在是否都要想想 怎樣增加這裡的使用率 更加可以善用到這個球場的設施呢 當然要問剛才營光獲的位 就是香港政府方面的官員 香港體育專員,楊德強先生 近來香港很多球場 興建的時候 我想都沒有想過要搞職業的比賽 例如香港仔運動場、虎山道 但結果用來踢了廣燒的比賽 這個球場原本想是 我們作為香港主要的球場 但現在可能會被清拆 現在同事在這裡 對,何先生和職員 兩個人在聊天 去面懷一下昔日在這裡 在這裡踢球的日子 他們也… 夠大球場就多一點 對,沒錯 在場邊買雞腿、炒麵等 對,冰菠蘿 沒錯 對,很多的回應 對,閘米在這裡怎麼放在這裡 我也有幸踢過大球場 是 還有幾年踢 之後就已經轉了 大球場由跑到,變成沒有跑到 應該容量是以前28,000 即從28,000至28,000 當時是4,000 對,沒錯 對,沒錯 現在到底大球場的使用是怎樣 接下來我們要關注一下 香港隊合唱的表現 更加值得大家鼓勵和支持 的確近年香港很多球迷 都是很多時候 隨香港隊真是南征北土 去到不同的地方 今年在台灣舉行局的 東亞外圍賽 東亞級標賽的外圍賽 也有香港球迷去捧場 甚至有些比賽去到中東 也有球迷 很專業的,很厲害 很厲害,真是很佩服他們 香港隊繼續看到很團結 香港隊繼續很有士氣 看回首回合 下半場中後段 香港隊的體力方面 那個情況是OK的 即不是下跌得很厲害 每一場球有氣勢 有主場之力 相信這場球 香港隊的體力方面 我下半場也不需要太擔心 反而廣東隊方面 他有點擔心 現在就沒有優勢 還要換人 換手就是中具展 換入是葉楚貴 葉楚貴剛剛也是 隨中國隊的集訓隊 進行了一些軍訓 和足球訓練 剛剛是1月1日才歸隊 來到廣東隊 連續兩場比賽 他也是下半場 一開的時間進來 要留意他 首回合 10號的葉楚貴 下半場後面下來 看到他有點攻 即是俗稱有些材料 所以香港隊也要留意一下 對方這個10號仔 不錯的 看到首回合 看到他後面下來 有幾腳轉身 動作都做得不錯 下半場比賽也開始了 即是廣東隊 趙下半場 這個換人 希望可以在進攻方面 有些改變 換走防守城交場的總隊戰 換入了比較攻擊性的葉楚貴 袁振昌接近 角度的街外球 隨即 可能扔下手榴彈 看到安永佳 余子男等等 進入錦區裡 廣東隊也有備而來 在錦區裡 報了特別多人 看袁振昌的手榴彈 扔下來了 在小金區裡落 梁樂恆頂到 這邊的射球 可惜不是太厲害 程兆骨 這邊打到余子男 也挺敢嘗試 勾勾的時候 然後球也勾了出去 就是柱邊 這邊的余子男 都挺敢起腳 第一回合 都有一些射門出現 這球也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都剩下來了 後面下來 當然是10號的葉楚貴 而退下火線 是21號的蔡劍園 屬於廣東隊的 下半場的活人跳檔 中巨子還在 都說繼續捱在右邊 現在是中圈為戰 香港隊繼續在磁場 迫 今教他們的表現 我都不擔心他們的體力方面 看到這群年輕球員 體能方面都理想的 對方的左路來個快扔 二人格擊 沒有問題 硬正 現在就封了這邊 陳志超的去路 這場球就沒有了盧林 也挺易中衣衛的 叫做年紀 比較大一點 經驗豐富一點的球員 去做一個重心 不過看到上半場 幾下的罰球處理之後 都轉了人 對 接著也找余劍鋒 去處理這些死球 防守隊已經很固定了 廣東隊 因為剛才陳志傑殺出來 頂這一刻都很固定 搞斷陣生的球傷 感覺上廣東隊陣營裡 陳志傑是其中一個 投入感比較舊的球員 21歲 都比較年輕的 防守球員 他的後上頭罪 看到有點威力 在頭罪方面 有點固定 這下都有一些 硬正 叫做 反而這球不是很固定 但很固定 頭罪也拿得準 剛才這下 批球給了香港隊 剛才在後場 也不用太急 轉過來右邊 很會弱 短點時間 余子嵐已經起了兩次腳 對,校圓場也有些嘗試 鄭展棟過來幫忙 暗命街偏左一點 蔡花龍後一點 余偉廉 再比賽子圖 也碰一下球 但橫組之後 早點踢 剛剛踢得遠一點 至少沒有即時的威脅 但後面有廣東隊 中巨展傳到中間 回來幫幫忙 但默契方面 隊友之間 差點 剛才也知道 好像有點猶豫 對,有驚無險 看上去是危險的 最後決定清 對方幾個都迫過來 這位已經到了 這次沒有淘汰 隊長回防解位 胡俊銘 再轉過來 右邊可以的 好,羅子晉 羅小君在右邊 選擇不太多 最後推一推 走過來 過倒的回到後邊 余子藍 這下要給牌 這下要給牌 這下黃牌 雙腳鞋底攔截 肉酸 合理,這張黃牌 看來 應該給了中巨展 沒錯 這下融選 不過看來都避到 尾子藍都聰明 我知道對方的來勢 你看看來勢 哇 黃牌是基本消費 因為這樣的攔截 一夾下去 隨時會構成一些 傷害性比較大的受傷 後場短短的幾分鐘 朝廣東短的埋伸 完全不同了 陳子傑的頭脫 剛才在中巨展 這下拍球 看來香港隊要小心 但這邊兩個海頭脫 2比0 2比0 兩回合 加上成功 看到梁綠恆 是頭脫頂入的 加上現在3比2的比賽 香港隊處於領前的優勢 不過一次也是在死球當中 找到好處 然後斬到他們 成功入得到 嘩 洗到入球 大哥多開心 梁冠聰 再一次發揮到死球威力 梁綠恆也走掉了 而且沒有原位 再看一次扮鏡頭 他雙手一斬下去 沒有餘為 包到的 又是走掉了 沒有太多人 前面3個舉手 人數足夠 後面有個38號的 陶冬族包了 沒問題 又是再一次 廣東隊在防守 罰球方面 一些很嚴重的犯作出現 人數足夠了 幾個說莊宜惠 沒有太多人 這樣搞定 梁樂恆也接免得很好 看見 聯賽 頭頂的風順之外 來到省庵盤都很好 梁樂恆 第一回合 十二馬 他有一點責任 就是他的犯錯 現在這裡 張公屬了 但是余偉廉 慢慢地 再搏一腳 過來給鍾巨展 廣東隊有隻右腦 胡偉威也上來幫忙 不過比了一點 後了一點 胡偉威還在中間 這邊看到中間的位置 很多人 最終就是余子男 踢不出去 但是踢得也不是他遠 主要可以踢中間的位置 也有點危險 後面上來中巨展 再上滑射的時候 按永家的翼都倒 快一步踢出去環邊 厲害 去到這麼深 回來協防 每次都犯的 是很難的 還要左路按永家 是香港隊的左路進攻 主要的全員 這球彎得不錯 氣勢 試得不夠快 蔡志圖這一場 經過第一輪 後備下來的經驗 感覺上是 剛才那一腳有點猶疑 即是用腳的處理 不過其餘 這場球其實是 表現 感覺上的信心都強了很多 現在應該都幫到的 因為現在香港也是領先 兩個回合比數 領先中3比2 即是現在香港隊變相 有個孤順波 這個時刻 對,如果對方回合一球 就打架式 最重要現在處於領導的地位 兩個球都是來自罰球 你除了比賽 你死球的鋪排 戰術方面做得不錯 你幫我描迷,你拉三 的確是港隊陣中 兩個最新型高大的球員 在死球當中找到好處 郭Sir的確過一年 亦都幫到香港不同的梯隊 和代表隊拿到好的成績 亞運 在夏天的時間 在耶加達那裡拿到 十六場的成績 而去年橙江杯 亦都有他來到寧軍 當然是二能夠碰到妹 威威 中巨戰 這波有點紋了 比得比較變了 最終那波可以解決 香港隊方的加油球 現在是廣東隊 不過當年的夏會 看來是很禁人 胡威威的手又跌 不是太規矩 球證也看到 梁樂行在本地的賽事 富林RNF 已經經常上來助攻特首 11月份的港超 最佳球員 這波也批了到死角 這波也挺漂亮 這波也挺得 這邊的時間也好 同時 廣東隊的防守死球 再一次出現了幾大的犯錯 幾大的錯誤出現 好,我們找到領先優勢 來到次回合的下半場 又去到,有沒有機會 李宋,射到 雖然可以再推 但應該只有四軍腳 得過暴運 對阿順 其實射都不可 這波也不算很厲害 最後過不了 對方門將後雨 這個時候更加刺激 廣東隊始至反撲 後方也會多些空軌 但對香港隊這場球 或者這場賽事 樂觀的樣子 我覺得這隊香港隊 的視野拼勁好 體能方面也不錯 我又不覺得 這隊香港隊 到中後隊的體能方面 會有特別大的問題 的確很多都是適靈 接下來的23代為賽的球員 很多都是23歲以下 這邊給了一個年質子 艾龍 有十面馬 不推出面 外面 給了十二馬 給了十二馬 我以為他給了外面的球 你不應該先給了黃牌 然後才決定給十二馬 還是感到外的佛球 結果就是指數中間 給了十二馬 應該給了中 黃牌就是範圭的陳子健 為何會計劃而不會呢 通常給了十二馬 這球是紅牌的 我自己覺得 黃牌有十二馬 所以會不會想 難道不是禁區裡面 現在通常不流行全餐 不會十二馬 又給紅牌 所以就是 給了十二馬 就給黃牌 球場覺得是禁區裡面 當然也需要慢鏡頭來幫幫 到底接觸的地點是禁區外面還是裡面 這球真的微速駕 有些怪勢幫幫幫 剛剛那球 不如彎回來 當然是二馬 胡俊銘給黃牌 給了黃牌 黃牌 看是鏟下去 第一下的接觸 似乎是禁區外面的感覺 最重要是十二馬 看看能否成功入得到 黃牌 黃牌的親自操刀 沒問題 三比零 兩個回合加起來 香港都現在 四比二 靈田 十二馬 處理也很冷靜 對方和他們都捉錯路 信心越來越好 這場球正如如說 一開球都感覺 這隊年輕的香港隊 他們感覺到主場 更加有信心 很有朝氣 十二馬很漂亮 十二馬 選擇地球 抓錯路 還未能騙到對方 門將後宇 近年的確 如果你真的很支持香港隊 留意本地足球 散港杯 其實是不可以錯過的比賽 近年的散港杯 沒有剩下 特別香港隊 這幾年 雖然用一些比較自選的球員 但龍道床的拼勁 那種精神 是很值得讚揚的 陳子傑剛才拿了王牌 現在應該受傷倒地 特別難得 看回這幾屆 如果香港隊 在作下的情況落後 是否很容易 可以回到香港 我們叫做 近幾年都比較少 這場急隔有機會 拿了王牌的陳子傑 亦是受傷 看來他本身左腳的大腿 後面的肌肉有點崩大 有些膠部連著 可能本身已經有點傷 現在看到香港隊 教練團的成員 連同應該是 原本正選的龍門 謝家榮 出來看補充飲品 看他的士氣不錯 阿龍仔都騙一騙拳 大家互相鼓勵一下 互相鼓勵一下 的確香港隊 在省港杯近年的選人 用人各方面 都令到他凝聚力 特別強 少許原本形勢看起來 都不錯的省隊教練 陳玉良 現在就心急了 他們要追的是追兩球 進入兩球 才可以帶到家事的階段 現在會換兩個球員 包括了比較年輕的許家鎮 這個時候也會進來 另外還有上場比賽 也有份拱良軒 有份後面入體的拱良軒 許家鎮 現在比較年輕 是23歲的球員 進來代替秦梓傑 這是後防方面的改動力 因為… 後防球方面的選擇不太多 而且現在要攻 形勢方面也要進攻 所以可能會打法進取一點 近年恆大也有來香港 踢過一些瓦罐盃 越港兩地打氣的口號 現在互相有點交流 有的 很想借鏡嗎 現場也有,網上更加不少 但香港的士氣繼續很好 看到羅子俊 終於跑出畫面介外 拱良軒進來了 另外剛才是許家鎮 兩個亦都是後備雙雙入體 現在看到陳志昭 好像位置稍為前了一點 但香港的幾個防守球 都踢得不錯 羅子俊 尤瑋念 兩場都踢得好 梁樂衡當然有一點 重要一點的犯狀 但這場比賽成為了重要的功臣 盧俊銘 再震到尾 轉身鬥去追 快點 亦都是這邊的防守強 朱凱威 美髮侯月 廣東隊的新球 除了今天的集中套 感覺不太夠之外 侯月似乎 這也是其中一個重點 這地方應該可以做得好一點 現在再換人看看 咦 分開來換 拱良軒現在進來了 剛才原本已經活了一個 許家鎮進來了 現在代替了 是經驗比較豐富的 陶東翁 有點奇怪 為何兩個換人需要分開兩次換 看看龔良軒是否打回後邊 許家鎮應該在前方 比較優秀 龔良軒現在握手 港東隊的左路位置 前方打多一個 形勢方面 港東隊要入球 余子蘭 很功兵,走很多球員 但很實際的球員 雖然一波不是他 但也做了很多功夫 一隻小軍也是 近處開得不算漂亮 收剩分 但先出去界線 剛拍到香港 主要是香港隊的熱情球迷區域 再換 曾宇明會換進來 這麼有趣 要在短時間內分散次換 你說如果 是他們正在領先 你解決一下 現在已經要追 這麼容易 對 分狼在哪 但請小軍去不了 是否他們覺得 換一次人一定會沒有30秒 不如分幾次換就可以補多時間 是否這樣想 其實我沒有規定 是我們自己 一滴俗成的 對 一個參考的指數 參考的時間 接連半 都是中後場為主 圓振興 也想說過 亦都被對方 埋到的曾宇明 截到 圓振興這兩場比賽 雖然碰球不算太多 但很多時候 有些突破都做得不錯 上場比賽也有中目 誰能出現過 其中一個 今次算是 超零球員 因為原本這班 都以 未來三月份 兩個月後 踢到亞洲U23 外衛 作為骨幹 不振興 梁樂衡 就是 年紀比較大一點 稍為不算是 適靈的球員 開始看到廣東隊的法令 這邊的葉楚桂 正在那邊 再接近 但沒有人能走進去 無接休場所說 葉楚桂的確 也是一個具威脅的球員 畢竟是剛剛 除了中國雜訓隊 訓練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本身這個球櫃 也外借到深圳佳紹業 傅力借了給深圳佳紹業 幫他們獲得升班的資格 都是球隊的主力 第一回合的時間 其實是傅力的教練 前男仙拉夫的名將 使道歌域也有現場看 據說重點看 在傅力旗下的球員的表現 當然不單是廣州傅力 有些是傅力R&F的球員 傅力系的球員 他也留意著 可以接到中間 有些誤會 幸好能夠 及時解圍 回來應該是孫明謙 把球隊勾銷到的 這球的確有點誤會 幸好球速不是太快 孫明謙回頭 可以轉身解圍 那些郭Sir和朱少基助教 都很緊張 可能覺得剛才那個 埋門那裡 是否有些推人的嫌疑呢 在港都港隊 開始要乘機 拖慢一點節奏 梁樂衡坐在地上 整理一下PAT 一個沒那麼大礙 至少剛才是孫明謙的勤力 及時糾架成功 也挺冷靜的 看到這位小將 打到左閘 肌肉腳 淘汰了就是 胡春明 應該投訴法規 應該不要聽 說些話 黃牌給了楊超昇 罰球仍然是廣東隊 屬於整個路線右邊的罰球 65分鐘 香港隊領先3比0 兩個回合就領先4比2 對 第一回合 林樂庭的入球就顯得更加珍貴 沒錯 現在也有兩個孤順球 但在防守死球方面 也需要留神 廣東隊部署人 站在美處較為多 走球也看來不是太高 成功 陳智超 我倒過來也有牽強 我咬不回到場區裡 出了架 我到香港隊 是否都換一下人 找一些新力軍進來 來到這個階段 換入杜國瑜 我待會看 本身有這些傷在身 非常非常可以趕及鴻出的 是鄭展龍 那也都合理 也都進一步加強中場的防武 現在是余子男 杜國瑜和胡俊明 三個中場 也都有很強的防守能力 現在和首回合中場線方面的分部是相同 杜國瑜打打中場中 特別是一對中堅的前面 偶爾也會上來參與進攻 首回合也看到 同樣有位 身體質素較強的球員 很正路的調配 蔡芷彤 有機會散個零食球 對,雖然看來我們好像 替他比較擔心 畢竟失營 比齊家榮失營 比齊家榮失營 差一點 不錯,首到第二回合 差不多過了一小時 接近70分鐘的時間 仍然可以保持著不失 這位余子男再下腳 其實是不能送對方 廣東現在要急 真的 看到陳之礁這邊過來 鄭兆君的手 就過來啞啞了對方 開始有火進來 大家… 無謂有太多爭拗的情況 這邊就有火進來起手 這邊更加有喉魚 至少有出手 右手就打到安永街 最重要是大家冷靜 大家冷靜 來到這個階段 香港隊沒有必要跟對方吵 剛才就是… 剛才就是… 在這次奉創裡 也介意大家 有些不關事的球員 就埋了來 拍到場面更加混亂 後魚更加老月地走 不會這樣衝出來 更加… 感覺上比較外眼 難怪吧 陳玉良教練 可以出門嗎 應該是不行的… 應該是不行的 要叫才出來,不可以的 對 真的… 對 非常奇妙 高普慶祝也進入了球場 對 但是… 有罰的 對 現在看看… 紅牌 給誰呢 安永街 安永街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對面一定有 對面有六門,OK 好了 十分對十個 對方沒有了六門 那就是… 那就是… 炮烈虎怨鐵漢的楊超 要出來了 那看看… 呃… 這裡的爭執吧 那當然是有點推 跟葦葦葦大家有點撞 接著這裡 留意一下 喉宇的右手 真的打到他的臉那裡 那現在球證 每邊趕上一個球員出場 那… 那… 紅牌 省光杯近年都不算多 不過… 省光杯史上第一張紅牌 就是反之偽拿的 咦,那是不是要等廣東隊 換人線呢 是啊,一定 要不然你怎樣呢 哪個做龍門呢 抽起誰呢 那香港隊當然可以不動 是 對啦,一定要換人線 你怎樣開球呢 對不對 對 但是又有趣 被人趕上離場 那些可以坐在後臂上 那應該不行 應該不行 這個一定不行 對 喉宇繼續坐在這裡 收起誰 看來是虎威威 他現在走到場邊 而且我當你… 即是破例讓你坐在這裡 你也掌見背心 對嗎 你跟外面的龍門一樣 對 現在總之有點混亂 對 又不是 胡威威又… 可能不用換著 對廣東隊來說 楊超一定會進來 這是許家俊 拿出來 有碰球嗎 許家俊 沒有,真的 許家俊說我出來了 我踢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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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楊超 門口令 就是中甲球隊 梅怨鐵漢的守門員 梅怨鐵漢就是中甲 是尾三球隊 剩下20分鐘 站在拖延時間 對,應該要離場 最後要看一看機會 余子龍… 余子龍世界球 四比例 也可能近年一場 比較大的勝負分野 這個球很漂亮… 這個球很漂亮 余子龍原先路一直稱讚她 在這場方,香港隊不起眼 但是一位很實用 很有作用的球員 好了,現在起眼了 進球給你看 看來對方沒象 楊超應該沒有碰球 就失球了 一加一射 漂亮 真的碰不到 也是死球 是 哇… 設定給你 設定得很漂亮 看見對方這次的… 頭鎚 曾宇明看過小孩 想點給隊友 但是別的助攻 是… 余子龍一控制也很好 做的功夫 也決定射也很精彩 這個球很漂亮 有捧香港隊的球迷 入場當然興奮 但沒有入場 有看我們直播的 也值得看這場球 看香港隊這群年輕的球員 他的態度平靜 球還沒碰過 楊超說有甚麼事 省港杯近年 你不看是你的損失 真的 老實說,不要太坦白說 尤其是近年的用人 令整體歸屬感 大家親切感也特別提高 香港隊在省港杯歷史上 也沒試過贏到四球差距 沒有,通常贏到三比二 即是二比一,很穩 很少這樣淨勝 我挺肯定的 我挺肯定的 對,我挺肯定的 現在看兩隊都沒試過 有四比零差距 這麼大的比數 香港隊的優勢 香港隊的優勢 也有三球的孤順 有三球的孤順 那就變相應該 在這個時候 可以有多一點的空間 這個時候 也是鄭兆君 都退下火線了 第一回合的功臣之恩 入到世界堡的林洛勤 這個時間也進來 林洛勤賽後 也提到 其實在入選的時候 郭Sir也跟他說 未必有很多出場時間 但到場上一定要拼命 果然第一回合做到事 林洛勤現在看看肌肉 有沒有大問題 省港杯的確有些 苦力打鼻的味道 兩邊都有 余子南 世界波 更加令到大家 對他的印象特別深刻 還有另一方面 這場球 香港隊的年輕球員 又值得再看 余子南這個好球 除了香港隊的年輕球員 這場球員很好的表現之外 香港的年輕球員 要證明自己的價值 證明自己的身價 無論在球會、待遇等等 這也很重要 證明了 很露氣,看到廣東隊教練陳玉良 現在陳玉良要上海外 其實是否應該… 對,你不需要傾談太久 然後第四球正去搞 你這樣停那麼久 你談那麼久 即是說一句就OK了 現在就上了看台看球 廣東也要追的是三球 沒錯 三球是打和 對,三球再加視 再看看如何 而過往在省港杯歷史上 只試過兩次出現 有一隊球是入到四球 96年那輛 廣東也贏過4比1 主場的時候 另外在2016年 廣東也贏過4比3 但是四球差距 一場比賽來算 省港杯歷史上都沒有試過 大家怎麼可能會發生這場比賽 沒錯 還是還有15分鐘的時間 看看還會有甚麼變化 理論上 香港隊應該形勢一片大號 看看這個罰球吧 布防都不敢抬蠻 排出三人的人牆 雖然道程挺遠 有三十多馬 陳智超 這場比賽也有點暈 這場比賽也有點暈 他判斷上有點失誤 他標前了 是有點標前了 但做得不太好 但又不用失球 對,所以有點暈 他有多少出型的攤手 打得不太準 但門柱等等各有多少幫到他 有人空門 我們看運氣方面也不錯 很簡單 例如一個很好的龍門 一落場輸4、5球 對,對球輸4、5球 你說怎麼辦 有時候也要個人努力 也要有一點滯魚 這方面也要 我們看看能否繼續 可以幫助香港隊保持不失 被他擺放了幾下 最後射進去,也是橙中人 你也有後面入體方面的 許家俊、葉祖桂 自己嘗試突破 但他也看來推人 主攻犯規 主攻犯規 推人排規 有點亂 廣東隊心急之餘 加上 其實就 我覺得 廣東隊打算 雖然他們審回合領先 的優勢不太明顯 他們覺得 失俗客來到香港 要守護香港隊 都不太難 是 變成他們這一刻 都亂了所有部署 正路的確是 大家回合也都看到 原本形勢都一片大好 因為現在不是香港隊 用大那班 你用年輕 其實香港隊那班 更年輕 或者叫做更年輕 這邊又有些爭拗 今天也有超過4千人入場 看 比去年 跌了些 不過入場的球迷 絕對沒有買錯票 老實說現在來到爭拗 大家的爭拗 就是對廣東隊不利 你越爭拗得多 時間越浪費得多 香港隊歡迎 沒錯 胡俊銘這邊 拿了一張王牌 的確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廣東隊 不論是場上的球員 場邊的教練 都的確有點失了方針 當然胡俊銘過來 推這一下是有點不必要的 拿了王牌 但看來罰頭也沒有太大威脅 看來可以走回去前場 胡俊銘也 應該不需要太擔心 看到胡俊銘也會收 拿了王牌之後 也覺得他不會太衝動 不太擔心 剛才有空門 交了很遲 這刻我也看得不太清楚 老實說 因為劇頭比較遠了 這刻也不是太清楚 入場人數是4096 嚴草桂在這裏 偏向腳發線 通道坑腿 但是余子銘回來 也來過斯坦轉身 接著這邊的推進 也能成功 不過廣東隊 感動的體能 也能到達到 一個比較出現辦法的地方 孫明謙表演一下自己的技術 進入中間裡 余子銘再挖出來 連籍球現在真的都… 不懂得陪 令這個卡列真的不懂得陪 看每個人都拼得盡 孫明謙本身這個強 其實是打進攻的位置 看多少場面叫 應該是郭家樂教練叫 想贏的角球 又可以回一回 也有個角球優勢 大人不容易做 挺好的 孫明謙 如果連籍球員有機會 多點下來 踢有信心 就是這樣 這次他也踢了 其實他算最擅長的位置 原本他是進攻的球員 把他放在地上 差不多是左邊後方的位置 大名嘆 原本香港這次只有六個後位 所以有些人都要改變一下 自己平時踢開的崗位 希望香港隊可以保持這場球 是零失球 更加理想 是 貪心一點 是 勝利來得更加有價值 但這場球員的銀行量更高 最重要當然希望 除了這個否制賽 橙光盃能夠贏得到 接下來也要等三月 沒有擺在兩個月後 那是亞洲U23的外圍賽 到時這群球員 作為骨幹 香港隊可否有好的表現 還有現在香港隊方面 可以想想換走 箭頭、袁振聲 都差不多了 即日也有努力給他們 是 可以換走箭頭 都可以一個考慮 香港隊 看來準備半球 不是真的嗎 是 邱翔人說得很對 對 換入一陣子 就是夢想方面的球員 代替就是袁振聲 好,已經盡了 看見一陣子都拖了 繼續很努力 因為你始終打過 類似單箭頭 前面那一點也很辛苦 真的 厲害 兩個回合都是主力的戰球 袁振聲 也入了十二馬 為球隊拉開尾數 到三比零 在下半場的五十六分鐘的時間 是 彭林林進來 袁振聲 因為在富林RF的這輛 廣超就沒有機會儲勝 在杯賽 擔正為主 看這次的好表面 可不可以令到他在本地的賽事更多上陣 好球隊 葉草貴 他進來也挺肯做過人的行過 當然了 面對著現在 信心、士氣都很強 又夠硬正的香港隊防守球員 不太容易做到突破 彭林林 也往來逼 中巨子 看出來就是中間的位置 許家俊 再來長球 過不了梁樂行 說明謙 快一步給到余子藍 余子藍 余子藍即是來到這些階段 一樣是走足給你的 很偷懶的 這邊往來拍的時候 有球證覺得沒有犯規 那場邊看到朱小基的手勢 都說定點來 定點來 OK 現在有一隻三球的酷順波 可以不需要急 Racer投票陳志超 全都賣中間 不過賽子圖沒問題了 慘了,很貼門 亦都不高 有多容易地佔 好,阿花遲一點都沒問題 來到比賽的尾段 我們看看這場球證如何保持 也要看你多取決 球證的心態 找保持時間 有些人說 不是,有差距了 有些人說要保持得很足 看他怎樣想 保持時間 有些人說要保持得很足 保持時間 保持得多一點都沒所謂 現在應該是計程 他有這麼大的優勢 再來一個突破的朱海威 還推出解 但最後是廣東隊的教育球 在省港盃的歷史上 其實香港隊 他為免的次數也不算特別很多 當然正體的蓬佩的次數 香港隊亦比廣東少 金格局贏了 就會第十七次能夠蓬佩 暫時廣東隊的進攻的外圍 就圍著 讓我們一起去加進 這波挺有心思的 嘗試來個配合 他現在準備來中巨展 再次回到禁區裡 賽子圖都可以出來接 郭瑞和朱紹基 再談談 還有經理的輝哥 廖俊輝 談談是否還能動 怕些人 陳育良也沒有想到 為何大隊這樣的情況 歷來的廣東隊 單場的省港盃 最大比數的輸球 隨時會是這一場 應該也是 看到他輸到第三球開始都亂了 看到也開始有很多投訴 好 隊長回過來,陳智昭 回到他 好,全包了 差不多了 梁晃真的走得好很多 你也得到三個杯的入球 貴為11月份廣超的最佳球員 中間不怕 我反而不怕你中間去 因為香港隊全都在 志圖好像有點事 拉傷 他不會裝作 一來 二來也不需要裝作 拉傷大尾根 這裡也會 關乎到他 可能 有一點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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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也是小踢 這場比賽也開了不少龍門球 確實 死球、殺球都開不少 這次自己拉 拱良軒的射門 然後看來他有點拉傷的跡象 香港隊有三個龍門 除了第一場比賽 勇戰受傷的謝家榮 以及今場正選的蔡子圖之外 還有李文的高俊 但是人招換 這邊也換入何真廷 來到這個階段 可以讓胡俊銘休息一休息 我都知道有三球差距 都可以 能夠把主力收起來 現在把隊長被張帶在羅子晉身上 好 胡俊銘雖然說 都是 於23代表隊的聖靈球員 但他這班球員當中 都算是 經驗比較豐富 當然是菲馬 也踢得比較多 在頂級聯賽的經驗 已經較為充足 很多二場的球迷 都絕對不會淪色過你的掌聲 實際上兩個回合來說 每一個香港隊強都非常拼搏 本入來的何真廷 我相信主要打一個 就是防中的角色 那是海景的球員 98年了 我都是一個21歲的球員 現在還未捉21歲 20歲而已 1998年12月出生 余子楠往左邊 後備下來 很有好力 看到就是 彭琳琳 盡量爭取時間表現 算是這樣的 球證也不容易做 這場球 算是這樣的 最後的判決也算是可以的 還有 看到余子楠 他來到比賽 發形似乎大伯 看見就有少許開玩笑 他踢球 你看他的動作姿勢 少許遲 進穿進步 真的有少許遲 動作 擺動、跑動 是很遲 背脊位 當然 很多地方要改善 不過很年輕 大伯進步空間 這幾年香港的球隊 有些都因為 精英杯的制度 有些球隊都因此 要運 適靈的本地球員 起碼要有幾個防下身 對 有幾個防下身 這裡是有少許幫助的 當然如果他們 能夠有更多機會 那就更加好 其實這個情形 跟中國國內的一些政策 都一樣 所謂的23球員 落場的情況 都是接近的 但你可以換他下來 看一會 又換走又可以 是 說國內的制度 是 特別 但你到了 再是那個適靈球員 變成機會又少了很多 沒錯 這也是比較特別的情況 而且要情況有些不同 當時香港隊 即是當時香港球會 有個預備組接上來的 是 現在其實沒有預備組 明傳失望 即是預備組的 真正是接上去一隊的那一隊 現在進來中盤 播磨浩謙 換走又是孫明謙 看來郭Sir都基本上 用盡 這次任選的球員 差不多差過 應該可以被龍門踢 很厲害 對,差點是高準 還有鄭芝森 應該還有一個 陳靜謙和潘柏安 有幾個 大部分這次入選的球員 都獲得一些上陣機會 播磨浩謙 這個時間也進來了 我看到保持將會多久 現在差不多來到 法令時間已經夠了 香港隊的確這兩場比賽很專注 對這個階段 這個比數的差距 所有球員都絕對沒有偷懶 仍然拼得很盡 五分鐘是保持的 直接斬去角球旗那邊 但看來球員不會太夠力 余偉延頂回贏 散光杯兩隊的換人名額 也比較防衝 可以有較多的換人空間 再來一個直接的長球 差不上來也比不上 前場方面 許家俊兼 兼且有越位 至於來到保持階段 繼續換 反正有這樣的名額 繼續換下去 余子藍也被換走了 這場比賽入了世界波強 進來就是鄭芷森 屬於效力的 禍夫大鋪的中場球員 希望保持零失球 可以大勝的廣東隊 來到支援一下 還有三分多的保持 沒有五分鐘 推了一程 看到左邊走上來 朱海威 朱海威 小友 後防方面 打足 幾個球員 自己 有點推脫腳 隊長被張 羅子晉追不到 但也沒問題 回到自己的崗位 隊長胡俊明 已經退下方線 休息了 厲害 這球很漂亮 裝放到位置 打回阿瑟金光 看到鄭芷森 另一位後備下來的球員 剛剛 還在壓迫 還有很多走動 轉過來右邊 這次不錯 廣東隊有沒有機會破彈 來到保持的 最後三分鐘 都沒問題 撐到 杜國瑜 有些拉衣 有些犯規 淘汰在這邊 同一後面下來的 波毛浩謙 我們之前看過 這次都特別多 混血兒 香港隊的陣容裡面 波毛浩謙就是 爸爸是日本人 媽媽是香港人 香港出生 另一位就是 混血兒的成員 葉楚桂 撐下來後 想嘗試出 但又不行 我找不到 就是洞露 朱海威的抽射 然後再來 余偉廉 葉楚桂入錦區 想來個突破 最終拼不到 甚麼回來 朱海威再過來 邊路 陳太的出球 避開了 羅茲進入錦區 這下球 撐下去 看來碰撞 也不是太嚴重 許家進的遠射 對 這球是草維 按死 省重人都改變了方向 來到比賽尾段 保時最後分數 多鐘 廣東隊可能是最後一擊 的攻勢 來自左路的角球 兩隊都換了很多人 這段時間 由於比數也拉開了 兩個回合 香港隊合計 領先5比2 差一次回合 廣東隊可否破彈 單純打出不遠 加一腳沒問題 比日吉要為 寧願自己去 再次開到上來的朱海威 得停回到我們後面 還比嗎 主場的球迷 也在期待 還有一分多鐘的保時 也會等待 香港隊蓬佩的一刻 當然我們也會等待 絕對 每年當然香港隊都有些 浮濟賽 港澳浮濟賽 省港盃等等 但當然以省港盃的價值 更加重要 這邊的罰球 這次香港隊很多成員 之前也有踢港澳浮濟賽 都是有一些 打浮濟賽的經驗 陳志超 繼續由他處理死球 香港隊的防線 就佈在這間區邊的位置 斬進來的時間 退下來 高球過不了 就是回來回防的杜國瑜 許家俊 給了一段薄膜 好險 再接下來的球 也有些心思 回到中間 撞到Q的 路門口看到解圍出回來 再射 又想做人 厲害 杜國瑜剛剛刪到 這邊有一點 心急 出來了 禁區五邊的位置 又沒有下手 始終撞到一點 有隊友過來幫忙 成功 兩個回合 加上香港隊 能夠以5比2的比數 擊敗廣東隊 在過程中 或者可能未必很技術性 擊到 香港隊的拼勁 鬥志 團結度 集中度 的確各樣東西 都在廣東隊之上 只能贊一下 這班年輕的香港隊 那個 態度 都很精密 平靜也很好 也都得到的回報 也都證明了 這班年輕球員的價值 在球會 或者在香港隊的價值 看見到 都是入球功臣之一的 梁樂恆 另外有 安榮佳 袁振聲 以及入過世界球的余子藍 四個入球 都是四位不同的香港球員人 最後 總比數 贏5比2 一幅度 鏡片 最大